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角色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它基本上它是 有類似我這次 我做一個體驗 我之前覺得這是因為 被那個 換氣的 換氣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思考 那我透過影像來呈現生命裡面的一些 過程的思考 那這個影像的時間持續九十秒 會做一個切換 那現在呢 你看得到的是雷射的部分 那可以看得到大部分的光點是集中在褲子 這是我這一次被 被看到的地方 那我其實主要是使用雷射來做一種 對身體的介入 對身體的那種磨壞 的一個動作 這個小的 對不起 這個小的 這個 我叫他CubeKiss 那其實年紀都跟我 小孩子的年紀一樣 大概十歲左右 那 會做這個東西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公仔大家都有 他是一個可愛的療癒 那我的想法很簡單 可愛可以放大 如果我把他放這麼大 八公尺高的時候 他還會是可愛的 他好像 我的想法是 他好像是一個神像的感覺 就像佛像 這麼巨大的時候 他還會是可愛的 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 也就是可愛 因為很多人崇拜很可愛 好Cue喔 那如果這個可愛的東西 被放大像崇拜神像 那麼巨大的時候 各位對他是敬畏的 或是對他還會覺得他可愛的 站在那下面有一種壓迫感 我其實那時候想要去 去討論一種 心理的認知狀態 我才把這東西做那麼大 那他覺得這白色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已經想好了他的多功能 應用性 我就想好他可以打光啊 投影啊 所以 那時候也還沒有Mapping Mapping還不流行 好不好 我都已經想好了 可是後來Mapping就出來了 Anyway 也就是說我那時候 欸對喔 他想過蠻多這種 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但是我就想好他這樣做 那 那這個東西其實 出來之後 他很簡單的 他就是被當成一個角色 在一座展 也就是他被當成一個單一的作品 去參展 那時候 這個 比較是 一個所謂的當代藝術展 類似台灣有名 陸老師嘛 他也是類似就是把一些當代的 當下的 這種藝術作品 做一個展 所以跟很多日本 鄉村上的這些 這些東西在 然後那時候一直 這個作品是被當成是一個單一的作品展 一個充氣娃娃 你可以把他想成是一個雕塑 就是一個雕塑 那個形式 其實是我 我刻意做成很可愛 像小娃娃 穿著太平裝的版權 好 長了幾次之後呢 他就被封箱了 因為 我不想要把自己 做一個藝術家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是一個 一個什麼 荔枝要做藝術的藝術家 我喜歡動畫 我喜歡教書 這樣子 所以呢 就封箱 那後來 有個導演他看過這個東西 他就有邀請我去 國家信息店 跟這個 真理劇團 做一個結合的演出 那讓我又看到了 欸 這個小朋友又活過來 他不應該 只是待在相似裡面 所以我就找了學生 今天有些學生來了 幫他洗澡 因為那個白色的眼障 就幫他重新幫他洗澡 洗一洗 洗洗之後 他可以是一個 除了單一角色作品之外 可以跟真人 結合互動的作品 所以 所以 嗯 我 又因為那個事件的關係 他以前 表演的時候都是站起來 他從來沒有躺下過 都是站起來 你看他腿那麼粗 為什麼 因為我在做這個充氣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腿不粗 站不起來了 事實上他腿白細細的 可是現在腿好粗 我覺得 像蘿蔔腿 比例上 他說 你不這麼粗 站不起來了 啊 事實上他腿沒有粗 所以他以前都是站你 那這次 我整個被施行手術的狀態 是躺著的 所以你能看到嗎 現在為什麼是躺著的 那 這次的作品裡面 我其實 因為被打氣 所以我想到我這個作品 其實有很強烈 氣 我們 台灣人 東方人其實要講 氣 氣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氣的 好像就不對勁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氣 其實在我這次的過程裡面 它是一個 呃 存在成形的一個東西 它其實 也是一個 因為 成形之後 用雷射等於被破壞的狀態 其實那個充氣的東西很好玩 氣太多 它是從旁邊的布 散開的 你知道嗎 我 手術完之後 多痛啊 我說 怎麼這麼痛 不是只是 拿掉一個不重要的東西嗎 可是我是全身痛 他就說 因為 氣還在你的肌肉裡面 因為你被打氣 氣跑到你的肌肉裡面 一時散不掉 它就會造成一個酸痛 那真的很痛嗎 翻身也痛 坐起來也痛 怎麼樣不痛 慢慢散掉才不痛 所以大家不知道 一個禮拜的時間 氣才慢慢散掉 真的 散掉之後就不痛 不知道那個氣 在身體裡面好痛 好痛 所以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想這個 怎麼轉換到 我的作品裡面 剛剛有提到 將來要怎麼對付他 是不是 其實我本來就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 他其實是可以被 被進到裡面去 你看他這麼大 其實你是可以進到裡面去 而且那個氣 只要你打得足夠的時候 你進去裡面 他不會垮掉 所以我有一種想法 就是 是不是時候了 我們應該進入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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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意 做些什麼事情 這是我 我很未來的想法 這個是從 代老師自己的生命經驗 轉化成作品 那當然他在談的時候 是比較直接 那另外一個 大概就是從一個 這個 媒介 媒介 的轉化性 的這個角度 然後包括就是說 從這個展覽 引申到 台灣在這個 創作的產業 這個 這個領域 所以其實 呃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討論 就是說 當然 藝術家 通常 在創作的時候 都比較直覺 就是 比較會從 自我的角度出發 但比較不喜歡 去做過多的引申 但是 評論者 絕對不可能 只是很滿足於 這個藝術家 自己的感知而已 一定要把它做很多的引申 可是 因為 但我覺得 有趣的地方說 因為代老師 他的作品的出發點 一開始 還是從他的作品 動畫專業 所以 呃 自然而然的 一定會去談到 環境的問題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 呃 也是必須要被 被探討 那 剛才 除了講這些東西之外 我覺得其實 有一個 作品的特性 就是那個 裝置性 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 蠻 呃 值得討論 因為 呃 我們通常在講 動畫 都是 通常就是 重視它是動態的 可是它還是處在一個 所謂平面的狀態之下 當你平面的 動態影像 變成一個裝置的時候 其實它的意義已經被改變了 就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 透過某些技術去 呃 處理這個 動態影像的這個 這個 創作而已 所以 嗯 我想 透過今天這個展覽 當然 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是 蠻可以在發展 那這個發展 除了 譬如說 有沒有可能在 動畫的裡面 不管是不是 剛博威講的 這個所謂 後動畫 或者是 一種 新的 創作模式的產生 我覺得 都 很不錯 那尤其是 呃 它跟這個所謂的 數位技術結合之後 我想這個可能性 會更大 因為 譬如說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呃 看誰在說話 這件作品 其實它是一個互動的作品 呃 一定透過 這個 聲音音量 去控制它的 這個 變化 所以 嗯 互動這件事情 其實它慢慢的 如果說變成一種 生活化的必需的時候 那在 呃 創作這件事情 其實它 本身 也會 被 涵蓋在裡面 尤其是 呃 突破一個 所謂傳統平面的 一個 形式 的一個樣態 那 呃 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 呃 屬於 創作者 個人化的一個演變 在這個展覽裡面 也蠻清楚的 就是說 呃 剛剛代表師有講 他 呃 早先他創作出來這個 這個 這個 呃 玩偶 這個小孩的玩偶 那 他在不同的時候 因為 時空的改變 因為技術的改變 因為觀念的改變 所以他會演化成不同的媒介 的產生 那這個 呃 呃 一般來說 呃 是從一個所謂個人創作者的角度 才比較會發生的 而不是從一個工業性的角度 因為 呃 你先有一個什麼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開始會慢慢的改變 可是 他的這個 原始的 創作的概念 或是他這個原型 還是一直存在 這個是比較 呃 藝術家的想法 才會這樣做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 戴爾斯雖然他一直在講說 他好像 還是比較著眼於這種現實 但是 我覺得他還是蠻具有 藝術家的個性 不然的話 我們從這幾個作品的那個 脈絡上面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的一種 一種屬性